Hello 大家好,又是我Donald 今天就不和大家去喝茶,而是去吃自助餐 我們選擇的目的地就是尖沙咀的半島酒店 一樓的露台餐廳 如果各位網友都想來這裡試試自助餐的話 記得上網預訂 如果有看我的影片的網友應該都知道 我年初都來過這裡吃過一次自助餐 那有什麼吸引我,令我這麼快又回來吃一次呢? 老實說,除了環境夠美之外,就是食物的質素 不如我和大家一起去看看有什麼好吃 第一件事,當然要看看甜品區有什麼甜品吃 至於食物款式方面,和我上次來吃的大致上都差不多 當然都有點不同 但是味道就一定有保證 而且它每一樣都做到不會太大件 讓你吃一塊就飽 讓你可以試多些不同的口味 甜品除了蛋糕之外,雪糕當然不能少 雪糕方面都有四款口味 分別是雲呢拿、士多啤梨、紅桑紫雪糕和檸檬雪糕 四款 新鮮水果方面都有六款可以選擇 除了火龍果和士多啤梨之外 它的菠蘿都十分甜 凍的甜品我們就看過了 那有沒有熱的甜品呢? 當然有椰汁、黑糯米和葡萄 在這裏吃自助餐就有一個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個朱古力區 而且很多都是手工朱古力 喜歡吃朱古力的網友就別走 因為外面賣都應該挺貴 而在這裏你就可以不停試到夠為止 再向前走多一點 你就會看到它 壽司區 老實說 就這樣看樣子 都十分之美 它旁邊都放了少少少少食 再向前走就是 香港人的字外刺身區 自助的沙律吧 這裏都有 接下來的就是煙山文魚 還有來這裏必吃的冰鎮鮑魚 那除了鮑魚之外 其實它還有其他凍的海鮮可以讓你選擇 凍的食物就看完了 熱的食物究竟有些什麼食物呢? 第一樣我們就看到蒜蓉粉絲蒸扇貝 而旁邊的就是辣的炸魚柳 再過多一點就看到印度的食物 喜歡吃香料或者吃辣的網友就對了 它旁邊的就是中式的熱婚區 第一樣的就是蟲草花雲耳蒸斑塊 以及避風塘虎蝦 再向前走你就會看到麵包區 以及沙律區 Colcut的款式也有很多 土匪雞翼大家就吃得多了 這個土匪烤鴨你又吃過沒有? 炸魚薯條其實其他自助餐都比較少見 就這樣看它的鴨胸都好像做得幾嫩滑 它這個白汁雲吞也不錯 旁邊這個就比較少見了 就是芝士焗椰菜花 吃自助餐又怎麼可以沒有它呢? 就是它了 烤肉區 又或者可以叫回本區 接下來就是我推介的上湯牛奶 它那個薯蓉也做得很漂亮 看了這麼久的食物 是時候都要試一下它的味道了 就等我拿回一碟沙律來吃一下 就這樣看沙律菜都幾新鮮 而吃起來都幾清新 接著要試吃的就是巴南亞火腿配蝦蜜瓜 那塊火腿本身就不算太鹹 而火腿的油份都幾充足 怕鹹的網友就可以配蝦蜜瓜一起吃了 那吃完少許沙律做前菜 就可以開始吃魚生刺身了 第一件我們要試吃的就是它的三文魚 它三文魚是厚切來的 吃下去都很新鮮 不會好腥過一隻 而且魚味也很足夠 吃完三文魚當然要試它的吞拿魚 它的吞拿魚雖然沒有三文魚切得那麼厚 但是味道一樣那麼新鮮 那麼好吃 吃完刺身當然要試它的壽司 我今次就拿了青魚壽司 青魚的魚味也夠 而飯也有少少的醋味 挺好吃 接下來我們要試吃就是我們今天的其中一樣推介 冰鎮鮑魚 我上次來吃過已經覺得這個鮑魚燜得十分好吃 味道又不會過鹹 而且肉質還十分軟 就讓我試一下味道 看看跟上次有什麼分別 吃下去鮑魚好入味 而且又不會過鹹 而且鮑魚還好軟 整體來說和我上次來吃的都能保持水準 一樣那麼好吃 下次來吃的網友記得吃半打才好走 吃完兩隻鮑魚 不如我們都試一下新鮑魚 就是外面自助餐比較少見的炸魚薯條 就這樣看外表 炸魚也炸得很脆 味道又怎樣呢 就讓我蘸上塔塔醬和茄汁一起吃 炸魚也炸得很脆 魚肉都很嫩滑 不會拿一隻叉一叉著它就散開 而且都有魚味 整體來說都不錯 那薯條又怎樣呢 這個味道 雖然我已經放了一會才放進口 但都吃到很脆 挺好吃 如果你在外面吃一碟差不多質素的炸魚薯條 我想都要二三百元 除了冰鎮鮑魚是我推介之外 另外一樣就是它 避風堂虎蝦 虎蝦雖然沒有上次那麼大隻 但肉質也是一樣 很爽很大硬 而炸蒜頭又不會太過鹹 又不會太過辣 下次來吃多少吃多兩隻 而它的紫然烤鴨 如果你喜歡吃紫然雞翼 你就會喜歡這個味道 味道不算太大特別 然後這個韓式牛仔骨 就不同了 它燜得很軟 很入味 每次我都最少吃到四塊 然後我就拿了一塊烤鴨胸 Encore再要一隻避風堂虎蝦 和一件印度的咖喱雞 它的鴨胸不會煮得太過熟 吃下去也不會太過韌 而且它的鴨味也挺出 整體來說也挺高水準 吃完一口鴨胸 當然要試它的咖喱雞 我自己夾了一件比較大 的咖喱雞回來試試 平時吃自助餐的印度咖喱雞 可能都是比較偏乾 和偏鹹 但是這裡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除了鮑魚、虎蝦、牛仔骨之外 這就是我第四樣的推介 清湯牛舌 它的牛舌燻得十分之勁 而且每一塊都是厚切 你不是很用力 已經可以把牛舌切開一半 是我吃過之中它燻得最好吃的牛舌 就這樣看它的燒牛肉 都不會又乾又粗的一隻 而我這一塊都叫它切得比較厚 它跟牛舌都一樣 很容易切得開 吃了口的肉味都十分之濃 但是有比較之下 我就比較喜歡吃牛舌 吃到都差不多飽了 就可以開始吃甜品了 士多比利都比較甜 而且又不太酸 挺好吃 而它的菠蘿一樣都很甜 而且吃下去都沒什麼渣 挺好吃 吃完生果就可以開始吃甜品了 我第一件要試的就是芒果糯米糍 糯米糍皮都挺硬 不過它的餡不是新鮮的芒果肉 而是芒果的慕斯 吃下去都不會太甜 而且都挺硬 挺好吃 接著要試吃的就是抹茶紅豆蛋糕 它的蛋糕都做得挺鬆軟 而且綠茶味都挺濃 再配上它中間的紅豆餡 一起吃 甜得來又有點苦 挺好吃 接著要試的是這個 蜜甘的麥甘的麥甘的麥甘 麥甘的麥甘的麥甘 其實是一塊白朱古力 味道不算太甜 而且蜜甘的麥甘的麥甘味都挺濃郁 而它中間的蜜甘的麥甘味都很好吃 請看它的甜品都挺高質 最後當然要試它的雪糕 而我自己就選了這個檸檬雪巴和士多啤梨雪糕 味道就不算太特別 不是太好雪糕的網友 我就覺得吃多兩件蛋糕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想去試吃的網友 我這裡有價錢可以給你們參考一下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CLS我們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